ang comentários 爆炸聲震 eucl� 二軍夜襲多腦河畔的 烏克蘭雷尼港 過程全被一核之隔的 羅馬尼雅船員派了下來 他們直擊上空中 述到紅色火光 也看到無人機盤旋 由於爆炸聲不斷 羅馬尼雅船員也嚇到 緊急避難 有不再急 太監視了 翌晚五晚 俄军当晚至少出动了15架无人机 摧毁了雷尼港三处粮仓 但目前不管联合国秘书长 怎么劝俄罗斯就是不听 俄军在战场上确实也充斥着大量的囚犯兵 对外名称叫做风暴Z的部队里头成员都是坐牢的毒虫或窃贼 许多人证实无法活着回家 一名幸存的囚犯兵自述多次带伤上阵 经历九次的脑震荡 他到现在还会耳鸣做噩梦 还有家属痛诉儿子染毒后被逼上战场 最后却快速战死连遗体都找不到 体新闻送口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